接下来威如 好 威如也是摩羯喔 对 你要跟丽婷拼了吗 对 我是摩羯 然后其实我从 好像两个礼拜前是你最辛苦的时候嘛 他来录游击 出老还是什么 对 那时候我就是 才从急诊出来没多久 然后其实我这一阵 就是这一两年的时间 其实我都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备孕 然后在准备生小孩这件事情 但其实我不是备孕 我是真的就是去生殖中心 然后去做试管 就是IVF 那这个过程真的是 哇 我经历的超级无敌多 首先呢 基本上就是我取卵 取卵之后我取到 就是我过度刺激 卵巢过度刺激 然后呢 就变成是我的 积了一大堆的腹水 然后就要去立刻去抽腹水 然后抽 我一抽的时候 也是抽了三瓶 一千cc的腹水 然后那时候抽腹水的时候 是你也不能打止痛针什么的 然后你就是这样子 然后眼泪这样一直流 一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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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躺在那里 然后看她在那边搓搓搓搓搓搓 然后把那个血水抽出来 就直接从这样抽 对 就直接抽出来 但是我真的觉得 人的韧性是真的很强 没有人 不是人 是女人 是母亲 对 女生 就是我那时候每次当下一做完的时候 我就觉得天啊 我这辈子我再也不要了 我觉得我太累 我太辛苦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要收手了 我觉得我够了这样子 我觉得我崩溃了 我不行了 但是呢 过了一阵子之后 我又会忘记那个痛感 就觉得我又要开始重新振作 然后我要开始去植入 然后再开始重新做 所以我光植入我已经花了百万以上 对 我花了百万 对 然后像我这一次做完 我就有一个状况 就是找不到植入的囊胚 就是刚开始 就有点点不太顺利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要测验血 然后验那个HCG 这个就是验你的怀孕指数 那我那时候验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它的倍数没有长得很多 所以那时候医生就是说 是有点点着床的感觉 可是又有点危险 所以他就叫我 就是每两三天就要去抽血 然后我就是 到医院 对 每一两三天 然后我那时候就这样抽了七八次的血 就是两三天就抽一次 两三圈抽一次 因为他就是要看我的那个数值 倍数有没有增长 然后后来我就这样一关一关过 想说后面有慢慢慢慢拉起来 就感觉他很像有开始健康 有开始着床 不错了 可是后来到第五周的时候 就发现 检查的时候 可以是要照超音波检查的时候 就发现 为什么我找不到我的囊胚 他没有在对的位置上 就是找不到他 就代表说 子宫外孕 对 我没有怀孕 但是那时候医生说 不可能子宫外孕 因为他觉得他放在对的位置上 他很百分百肯定 而且那子宫怀孕的几率 真的非常非常的低 尤其你做生殖 你做植入的状态的话 是非常的低 所以他也不明白就是怎么回事 然后后来他就说 好吧 那你就先停药 就是什么药都不要吃了 不要打针了这样子 那就是让他自然的掉这样子 自然的出来 对 就是月经来 这样出血 这样剥落这样子 后来隔了一个礼拜之后 我就真的有月经来了 然后我就想说 我月经来了 应该是正常了 那他快出现了 快掉出来 就是他掉出来了 对 就至少他有出来 这样子这件事情 但是有一天晚上 我回家的时候 凌晨我就突然非常非常痛 而且一瞬间的那种过程是 一到十的疼痛指数 我突然间拉到 就是从七八 就拉到十破表的那种 是那种就是 你会觉得很像是 你的子宫有人 就是扯你的子宫 然后再把你的器官 这样拉出来的感觉 很痛很痛 然后你是痛到 是你完全就是动不了 就是你 那时候我刚好坐在车上 我身上扶着 然后一个姿势这样动 然后完全不能动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不对不对 我觉得我痛到不行 我觉得我要去急诊 我要去看医生 后来我刚好另一半就是觉得 他也觉得 那赶快 我们就赶快绕去别间医院去挂急诊 对 然后所以他们就帮我打了止血 止痛啊 然后给我吃止痛药什么的 但是后来我止痛有慢慢的压下来 痛感有压下来 然后压下来之后 我去照我的超音波 就还是没有找到 找不到 还是找不到 但是我出血变得非常的严重 而且我的血是 因为我那时候是做音到超音波 因为是最最最 就是最清楚的 因为如果你是做一般超音波的话 你是看不到 看不太清楚 会有死角 对会有死角 所以他们是说音到超音波 就是这样检查 所以那时候我的血是整个这样滴 你知道满地 所以那时候医生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立即的 就是开刀 对他那时候觉得我要开刀 因为我打止血针 我的积血没有变少 然后没有变少的状况之下 医生还是觉得我这样很危险 因为如果你积血多的话 你就会出人命 然后他就一直坚持说 就是叫我立刻要开刀 那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第一就是 因为这间急诊 就是我不熟悉的医院 他不知道我所有的病例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也不敢立刻在那边 做决定要开 然后最主要是因为 我后面几天刚好真的都有工作 我不知道我立刻 要怎么把这些工作停掉 对所以我就说 我现在没有痛 因为我就刚好就是打了止痛那些 吃了止痛药 所以我不痛 我就说我要主任 所以你想缓缓 对我就想缓缓 我想隔天 我再去看我的医生 去看我植物的医生 对那个状况给他看 他会比较清楚 那后来我就出院观察 然后又去看了医生之后 就是燕雪就真的发现 我的HCG怀孕指数 还是往上标 对而且标到快8000 就很夸张 因为如果没有怀孕的话 基本上是零 但是我就是我那个指数一直往上标 那就是你在怀孕中的意思 对所以就很危险 所以医生那时候就建议说 如果我真的真的不想要开到的话 他就建议我打一个叫做MTX MTX就是一个化疗的 突然发现你的 真剂 医学的那个英文都觉得 你好厉害 我现在很强 我可以咨询 你们可以来听我 你们中文怎么这么复杂 我很厉害 很多缩写 专业名词 我走变成良衣了 真的 我很多 就是你如果现在讲什么 植入胚胎干嘛 什么动软那些 我全都会了 而且我讲得很专业很细 对啊 之前他只会背Chanel 对啊 品牌 我现在一直常识非常的强 然后所以我就打了那个 那个真是化疗使用的 它就是可以让我的囊胚萎缩 然后变小 然后就是可以让它 不见 然后流掉这样子 那打完的时候 它有一些副作用 可能就是疲惫掉 发累等等 它就有点像化疗那种状态 但是它不会像化疗那么强度 那么强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打了第一针的时候 又观察几天 又再抽血 然后后来就发现指数有降 可是降了不多 才降一千多 因为我从八千多 才降七千多 就指数不多 所以医生后来就说 那你不行 他要再打一针 所以我后来又再补打了一针 打了一针之后 后来昨天有好消息 就是我有降到一半 就是降到四千多 然后降到一半的话就代表说 我就可以不用开刀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我没有降到一半的话 我就一定要去开刀 然后去把它 不管怎么样就是 他们要花时间 就是要把这个东西给找出 就是还是没有找到 但是至少说它已经萎缩消掉 对 然后所以我也是插不出任何的原因 我每次要做的时候 我的不管我的指数 然后我的就是里面的构造什么 全都非常的好 但是一放进去就是 他们就没有办法 但是我真的曾经也有两次 就是有着床 就是怀孕 但是一次也是四周 然后一次是六周 然后那时候是也是听到心跳的时候 就是对 那时候我听到心跳 然后他们就还是留不住 对 然后但我每次就是从医院 就是出去的时候 我每一次都是崩溃 然后在路上大吃大喝 没有 我是大哭 就是真的是大哭 但是还有都有戴口罩什么 然后每次都觉得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我真的太辛苦 我真的不想要 我就够了 我人生没有一定要有小孩 我其实过得很好干嘛什么的 你过两天又忘记了 对 对 我觉得这一组的人 就是他相信努力会有成就 你看里面也是 也是这一组